你的跑步姿勢有問題嗎? 今天教你三個動作一次解決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鄉主任 今天又回到我們的 跑者友善 新手特區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回到我們最重要的跑姿 跑姿呢也是大家對於跑步訓練當中 最多想法也覺得 最想要學習的第一件事情 因為動作維持好 對於你在跑步當中的效率 還有移動過程當中 可以減少運動傷害產生的這種可能性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教大家三個動作 透過這三個動作 就可以明顯改善你的跑姿問題 當然開始之前 建議大家可以先錄一下 還沒有調整前的跑步影片 看一下 等一下跟著做完這三個動作 會不會有改善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這三個動作呢 先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呢 是我們在練習跑步移動的過程當中 在側面的慢動作看起來 盡可能讓你的腳啊 後腿離開地板之後 快速的收回來 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 如果你的腳啊 很習慣離開地板之後 會有一段時間滯空 然後不知道要幹嘛的話 就會讓你的換步效率是比較偏低的 你的步屏是快不起來 因為你的腳在離開地板之後 會在空中稍微停滯一秒 欸 才開始往前抬 但如果你每一步都是停滯這個moment 累積起來 對於你的10公里半碼全碼 就會越來越慢 步屏就會持續下降 所以我們要練習 馬克思大腿抬45度 腳踝留在屁股下方 帶動你可以主動 有意識的控制你 離開地板之後 就要趕快抬回來 離開地板之後就要趕快抬回來 所以我們動作就是避免 像現在這樣 側面看起來 腳留在後面 我們要練習的是 腳趕快抬回來 抬回來 抬回來 離開地板之後 就可以快速收回來 屁股下方 OK 那練習方式呢 我們先從走路開始 身體曲幹打直 眼睛皮視前方 找一下你的骨盆的前後傾的中立位置 找到骨盆成直線之後 這個狀態 你應該要感覺腹肌其實有一點點出力 因為你在出力的時候 曲幹才會有點被拉回來 放掉放鬆可能會變這樣 所以記得骨盆稍微轉回來 有點微微出力 hold緊 然後待會的動作呢 大腿大約抬45度 腳踝被動的被大腿戴上來 什麼叫被動 大腿抬小腿被動 什麼叫主動 這樣叫主動 OK 小腿勾起來 主動往上勾 我們不要做這樣 大腿抬45度 腳踝留在屁股下方 所以大腿戴小腿 我們就用走路開始 那我們要加入一個控制因子 待會限制大家的骨盆不要掉下來 所以手可以先插腰在你的骨盆位置 確保你等一下做的過程 屁股不要掉下來 所以稍微推著屁股 做的過程 大腿45度 腳留在屁股下方 夾 往前 好來出發 像這樣眼睛平視前方 夾腿夾腿夾腿 抬大腿 帶動小腿往上 好固定你的骨盆角度 如果你習慣之後啊 我們接下來把第二個難度加進來 再離開地板的這個支撐腳 要多上一點點 像墊腳的動作 把身體軀幹往前帶 你才不會看起來像原地做的感覺 所以往前推屁股 夾 夾往上 墊腳 夾45度 腳留在屁股下方 OK 當你習慣了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回程就可以做一些些的 墊步加進來 墊步呢 就有點像是 單腳要連續 原地跳兩次 原地跳兩次 但兩次的過程當中 要做抬腿跟落地的狀態 所以會像這樣 1 2 1 2 1 2 這時候白手就可以加進來 一樣做大腿 45度抬腿 腳踩在屁股下方 眼睛平視前方 那如果你 非常天之聰穎 一下就很熟練這個動作 你也可以把動作的節奏再更快一點 單腳做兩次再換邊 1 2 1 2 1 2 多練習幾次 就讓你的身體動作慢慢記憶起來 你在跑步的過程 一離開地板 就要趕快收腿回來 OK 我們來看一下 調整前後 大概就像這樣 第二個動作我們要教大家的是 除了剛剛的大腿抬 45度之後 下一個動作就是銜接 你從後腿離開地板 要趕快往前抬腿 往前延伸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練習的是馬克A 大腿抬到90度 這個時候 你要善用你腹直肌的力量 稍微有點像捲腹的狀態 把你的腳捲上來 如果你沒有腹肌的參與 你在做的過程 就很像大腿很費力的抬腿 可是腹肌是放鬆的 這個時候骨盆還是會掉下來 所以骨盆會會hold緊 給它一個張力 大腿抬 換邊 抬 換邊 維持在往前移動的過程 都是從腹肌去帶動 捲上來 捲上來 捲上來的感覺 把大腿帶起來 那這個動作我們練習的呢 是從你的馬克C離開地板之後 身體回到重心正下方 準備往前延伸這個過程 所以馬克A的動作會像這樣 抬腿往上 那如果你可以做好這個動作 在跑姿看起來 你的影片 或是你的慢動作照片 就不會讓你移動過程當中 看起來好像掉下來 然後腳抬不高的狀態 因為你的骨盆掉下來 所以記得骨盆先找回來 往前送 這個時候就可以維持一個很好的直立狀態 那馬克A如果你做習慣之後 一樣可以做墊步的方式回去 單腳兩次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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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似前方 大腿抬往前 記得做的過程還是要保持腹肌出力 腹肌沒出力就像這樣 前進可能效率很差 後來回來 屁股往前推 夾 換邊 OK 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練習支撐的轉換訓練 已經很多人問我的這隻戒指到底是什麼 不是婚戒 婚戒在這裡 這個是我已經佩戴了大概兩三週的時間 它叫做Ultra Human Ring 因為很多人其實問 你都有穿戴裝置了 為什麼還要戴這個智能戒指 它到底差在哪 我就來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們先來開啟下APP跟大家分享 它有什麼幾個紀錄的特點 第一個呢 它當然可以記錄你的運動指數 運動指數呢 就是我們每天可能走路啊 消耗了卡路里 它能登記的就是很基礎的 只有你的步數 還有你在 可能這段時間你有運動 看起來步數大幅提升 它可以去推算出你的消耗卡路里多少 所以它會給你一個運動指數 第二個呢 它也會有壓力節奏 可以看一下你身體的壓力狀態 下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睡眠指數 因為有些人可能佩戴智慧裝置 睡覺真的不太習慣戴手錶睡覺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智能戒指 像我們自己有個教練 就是買了這個戒指 因為它這樣才可以記錄它的睡眠 點進去啊 它資源的東西也很多 我自己有稍微去比較一下 它跟就是其他穿上裝置的品牌 其實數據上真的蠻接近 甚至安靜心率是一樣的 那比較有趣的 它有多一個是體溫的部分 體溫監控呢 也算是應該接下來 我覺得是下一個穿上裝置的新趨勢 它可以知道 你現在的身體的體溫狀況表現 有了這個體溫跟睡眠指數之後 恢復就可以來到一個還蠻好的計算 因為裡面就包含你的安靜心率啊 皮膚溫度 HRV 就會透過這幾個數據讓你知道 你這幾天的恢復分數如何 你可能有一個環節做不好 可能要更早去睡覺 或者是你在下午的時間 不能再過度攝取咖啡 讓你的安靜心率可以再下降一點 這都是一個蠻好的指標 蠻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你訂購了這個戒指之後 它會先寄一個這個套樑的手環給你 有各個尺寸 來看一下你的戒為大小 我記得 這個那麼粗是給腳趾頭喔 我記得我沒錯的話我是7號 來了你帶看看 14號 是怎樣 太大了 手指虎喔 最重要的是大家如果看完影片 有興趣想購買的話 只要說我們的折扣碼 就有很大點的優惠 可以折大概1100多塊的台幣 還蠻省的耶 大家趕快點選留言起來 好啦我們回去看跑步教學 下一個我們要做的呢 是在空中做轉換支撐的練習 這個時候你可以找一面牆 這面牆呢你可以稍微撐著它 然後把你的骨盆一樣 先找回到直立的位置 所以屁股先收回來 側面看起來先成一個直線 我們待會做的過程呢 除了你在牆壁可以先練習 重心前傾的這個訓練之外 以前也講過蠻多次的 重心往前推 從屁股出發一起往前 屁股出發一起往前 我們待會要做的練習呢 是撐在這個角度 還要搭配上你的腳的轉換 所以待會會做單腳抬一腳不抬 我們要在空中完成換腿的動作 所以意思就是我在換的過程 不能兩腳同時在地板 我一定是做到像這樣 換 換 換 OK 那我們要做的第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地板的腳先開始 空中的腳比較晚往下踩 所以你要越主動的把地板的腳 先離開地板 空中才可以往下踩 OK 做一次示範 先找回到軀幹打直的位置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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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動作呢 看起來有點簡單 但是我們要練習的重點是 你在撐的過程 第一個 換的狀態 腹肌保持維持緊縮的張力 如果你肚子沒出力 骨盆角度不見 可能換就變做下來了 側面看起來就會整個塌陷下去 當塌陷下去的越多 你的大腿前側的負擔就會越大 這個時候就越快疲勞 所以記得換的過程 還是要讓關節 從懷關節 膝關節 礦關節 這個一直線不要不見 換的過程 地板腳要先出發 上面腳再往下 換 換 OK 像這樣的動作 你可以找一面牆 撐著之後 一次做可能10到15次 有質量的做 不是要做很快很多次 而是每一次做到很精準 控制你的腳 快速的收腿 快速的往下 還有核心的參與 是很重要的 OK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找到直立位置 OK 那其實剛剛前面提到的兩個動作 也可以在這個牆上做一個練習 一樣撐直之後 1 2 1 2 1 2 或是馬克西 夾 夾 夾 骨盆還是維持張力撐住的狀態 做到剛剛馬克超的動作 夾往上 夾往上 這個時候如果三個動作練完 你應該要感覺你的身體 有一點點流汗 之外呢 你的腹肌已經啟動得很完全 而且你的腳 很主動的離開地板 就會快速的收腿 而且一收腿 就會記得腹肌要啟動它的捲腹往上抬腿 好啦 希望今天這三個動作對大家會有幫助 記得我們在移動過程要提升有效率的關鍵 第一個 你的骨盆角度的位置 一定要保持直立的 當你的骨盆角度坐下來了 你怎麼跑都會讓你的重心下沉很明顯 那所以練習的前兩個動作 馬克C收腿快一點 馬克A延伸大一點 那下一個很關鍵的就是空中換腿 這個動作在練什麼 如果你的空中換腿的效率變好 你就可以讓你的身體重心下沉 少一點點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你的避震器太軟 你的車開起來一定是搖來晃去的 而且速度開不快 因為你會遇到坑洞 就彎曲曲的這樣開車 那我們身體也一樣 你在移動過程當中 如果你的重心下沉的越明顯 你的上半身看起來垂直的跳動就會越明顯 所以我們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盡可能要減少你的換的過程掉下去太多 要保持腿的剛性 不要讓它掉下來太多 剛性越好的腿 你在移動過程的效率就會越好 如果你是剛性比較好的跑法 應該會是踩完就直接離開 但如果你是移動過程當中 剛性下沉比較多 你看起來可能就會像這樣 踩完 有看得出來嗎 我軟下去很多 每次所有老師在示範壞動作的時候都特別誇張 沒有 因為那個避震器的價錢不一樣 我剛剛那個是比較頂級的 所以看起來支撐效果很好 跑步的效率就會比較好 所以記得你在移動過程的關鍵 讓你的幾個關節在撐地的瞬間保持直立 不要讓它有太多的塌陷 塌陷越多 參與的肌群就會越多 像屁股像大腿 在掉下來的時候都需要去支撐 這個時候一圈兩圈還好 十圈就開始受不了 所以記得踩的過程 不要讓它有太多不需要參與的肌肉參與 這個時候就可以達到越省力的效果 好啦 希望這一集 新手友善特區的這三個動作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大家有關於跑步更多的問題也歡迎下面留言 我是阿姨家Andre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六大馬計畫持續招商中 有興趣的廠商趕快跟我們聯絡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